我们再看下面 父依文明变灯不退 剑术其物无声 文明 听到尼陀的名号 南无阿弥陀佛 你就得到三种不退 这极乐世界 这不是别的 为什么 文明 决定的神 不一定是这一生 这一点要记住 因为你阿勒 有南无阿弥陀佛的种子 师尊 在经教里常常告诉我们 一列而根 永为道主 你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 见到阿弥陀佛的像 无论是 无论是 财化 或者是雕俗 你知道这个像是阿弥陀佛 你阿赖耶诗里面就有阿弥陀佛的种子 善根深厚 善根深厚 下下平往生 也是 真不可思议 没有善根的人 今天善根种下去了 来生后世 遇到远 你肯定修学这个法文 你就往生了 一生 就蹬不退 所以这一句话 我们要真正能够体会的 理解的 那么今天这个世界 多少众生 虽然他不信佛 甚至于他排斥佛 反对佛 还要把佛消灭掉 他知不知道有阿弥陀佛 他知道 那换句话说 将来都是廉耻海会的菩萨了 现在他造这些业 他要收果报 果报是校业账的 地狱里小业账 魔鬼到小业账 出生到小业账 全是小业账 业账消尽了 什么时候再到人道来了 遇到这个法门 他就真干了 他就真成就了 有意思吗 你真是真是真是真正的 他就真是真是真正的 在这些末章上 我听说的 我听说是真正的 有意思吗 我听说是真正的 感谢观看